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屋差远攻 屋差远攻 拒绝失业 我这公司待了20年 又6个月 做完这个我就一直忍耐地 要继续工作做下去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给我做下去 又给我优惠的退休方式 有没有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接受 所以今天才会来这边老委会抗议 我们公司胡昌半导体 在7月23号 发生大火 我们在8月12号 成立工会 积极的想要配合公司 处理商货跟重建家园 我们也在8月24号 经过县政府的 绰合与公司进行协商 结果拿给自方之后 结果自方居然就把他扔在一旁 而且宣布的事情是 8月25号 直接解雇100个人 公会其实还是非常敬哲 也非常善意 他们只是希望公司可以 好好的考虑 孕妇和中方营的员工的工作权 并且希望自方可以好好的考虑 结果自方照样丢到地上去 而且在9月5号的时候 全部解雇 并且把劳健保全部移出 这个时候 复杂的半导体工会 其实希望过去 可以5年里面 或者是5年更多里面 有很多人起云假 起产假 都没有依法给予公司 并且有很多人在国立假日 因为没来上班 就会扣薪水 希望公司可以優先的偿还这些钱 结果自方对于这些事情 完全的漠视 而且他的说法是 等到离职以后再来告 在这个土招来 清除县政府 其实一直在其中斡旋 但是 但是 扶擦办导体公司完全不管 用这三个 用这三个理由 把公司 把县政府和公会 完全的踢在一旁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希望的事情是什么 老委会站起来 我们是受理之后 有一个不当老计的裁决委员会 那那边会有指派的 那个三位的裁决委员 来进行针对 他们这个 个案的这个 这个 调查的程序 因为现在还有争议嘛 那 还有争议的话 我会认为说 这部分事实上 事实上那个解雇 他可以提出 那个解雇无效的问题 就是说解雇 当然现在是 公会如果 就是资方这样做的话 公会主张 那个解雇无效的话 其实我们会认为说 他是可以继续协商的 对 所以现在他们提出来的 这是有这样的疑问嘛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 如果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这是进入第二个阶段 强制协商的部分 所以我会要 我们会要求 新鲁县政府 依照大量解雇老公 进行强制协商 有领到之前费 有他是说都依法 依法那个 可是我们是说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保留工作 因为他的公司还有要继续 领域下去的目标 而且还有外包 对也有外包 那为什么不把这些 应付还是什么 可以生存下去的人 接零 那个要退休的人 先找回来 要共体时间 大家我们都可以体量 我们大家都可以共体时间 想当初在金融风暴的时候 我们也配合公司放无薪假 一起度过了好几个月的年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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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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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